现在回头看这段宣传片 这才发现 长生生物科技公司 对公众跟投资人 撒了多大的谎 此早越是华美 真相越是丑陋 国家药监局证实 这是长生生物一年时间内 第二次被发现产品生产质量问题 李克强总理就疫苗事件做出批示 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体现 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企业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 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 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 这家A股上市公司早在去年就被查出 生产的百百破疫苗不合格 该疫苗是预防百日咳 白猴跟破伤风的三合一疫苗 今年7月初 由于内部员工爆料 改制后的中国药监局才又发现 他所生产的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 民众这才知道 从第一起丑闻爆发 长生公司只被处以344万人民币的罚金 但不合格的25万支问题疫苗 已经有24万支被注射到民众体内 相关单位却没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民怨一触即发 长生公司的掌门人高俊芳 他的发迹过程充满传奇 最初他是在长生生物的前身 国企长春生物制药研究所的一名普通职员 随着企业发展 高俊芳一路平步青云 做到了国际管理阶层 2003年 长生生物进行国有改制 变为私有化 作为董事长的他 看准时机 出资收购长生三成多的股权 当时年薪只有人民币8万4千元的高俊芳 为何能出资4千多万收购国企 至今仍是一个谜 没多久高俊芳就将长生公司 变为自己的家族企业 包括先生 儿子 女儿 孙女 都以各种方式 持有长生生物的股权 在富比市中国400强富豪榜中 他的家族 以67亿元身家 排名第371位 从高俊芳的媳妇 在社交媒体上晒的照片 不难想见这家人的美好生活 名车 名牌 名牌包 每张炫富式的照片 跟狂妄的留言 都刺痛了小老百姓的心 不少网友批评 他是吃着人血馒头 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更有网友 以最近大卖的电影 《我不是药神》 焉鱼说 印度人把假药做成真药 中国人把真药做成假药 卖印度真药被抓了 卖中国假药的发财了 根据大陆媒体公布的数据 长生公司的狂犬病疫苗 市场份额位居全中国第二 在行业里 他以91.59%的毛利率 占行业首位 如此的毛利比茅台还要高 我觉得他还这个 他的造假 其实跟他这个高利润 是有关系的 他用于这个研发的钱 才一个亿多一点 但是用于公关的钱 是将近六个亿 其中一个大部分是贿赂 对 因为我们知道 疫苗生产它不断要更新 不断要革新的 不断要投入 你必须投入了 要不你做不好 他不仅不投入 而且他投空减料 在疫苗销售的过程当中 长生生物涉及了多起行贿 其通过行贿地方医院 疾病防疫部门 给予回购方式的推销器产品 研报显示 2017年长生生物疫苗销售的 营业收入是15.39亿 销售费用就达到了5.83亿 销售人员仅25个人 那么人均销售费用是多少呢 高达2300多万 据第三方软件统计 涉及长生生物的法律文书当中 贪污贿赂类的案件是最多的 疫苗造假案曝光之后 包括高俊芳在内的 长生公司15名关系人 都已经遭到刑事拘留 而医药领域 向来都是贪污腐败的高发区 疫苗 使用哪家的疫苗 谁做决定 一个人说了算 省 省里面的叫做疾病控制 终于主任 一个人说了算 好吧 他认同的疫苗 然后下发给各县市 各医院 给新生物注射 所以搞定一个人 他是底定各位知不知道 所以一个省 搞定一个人 太容易腐败了 太简单了 2007年 原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郑小渝 就因受贿 玩乎值守 被判处死刑 但药监系统 却没有因为郑小渝的死 而有所收敛 去年8月 原吉林省食药监局局长崔鸿海 因为涉嫌违纪违法 遭带走审查 他在任内 为长生公司的疫苗 签发了生产许可证 直到今年7月27号 丑闻爆发之后 长春市人民检察院 才依受贿罪 将他提起公诉 市值国务院已经派调查组 进驻麒麟 起诉时机 耐人寻味 显然中国官僚体制 对李克强总理的批示 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他似乎是没有能力 没有权力 在处理这件事情 而是到了习近平 远在非洲万里之外 发出指示 才看到说 吉林省委动了起来 他的反馈的机制 相当的漫长 地方官员都是向上级负责 而不是说向人民的利益 官僚体制本身 它在和这个企业 也就是长春疫苗 整个系统 它是合一体的利益集团 面对这个利益集团 总理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 这家企业 以及整个疫苗 它所受到的庇护 应该是来自很高层 身处假疫苗漩涡的 除了长春生物 另一个也在质量 黑名单上的武汉生物 生产的问题疫苗 多达40万只 也屡屡传出行贿丑闻 但由于它隶属于国企 并非上市公司 相关资讯复之缺如 而大陆媒体 针对该企业的追查报道 篇幅更是有限 新华社还发表评论说 疫苗事关百姓的生命健康 容不得半点侥幸 不能有半点闪失 现任是易碎品 必须小心呵护 相比疫苗失效 更可怕的是失信 假疫苗事件 绝非单一独立个案 在大陆微信朋友圈 被封传的文章 疫苗之王 更点出了监管单位的 失职腐败 这无疑让大力打贪的 习近平难堪 事发后 中国药监局宣布 将对全国45家 疫苗生产企业 进行全流程 全覆盖 全链条的检查 对于施打无效疫苗的儿童 也采取补重措施 但在官民极度不信任的中国 再补一针 就真能做到 要到病除吗